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长得这么丑 这么丑是不会有朋友的 好悲哀啊 不是这么悲伤的时候 我应该来一个寻朋友之旅 从孤单的世界走出去 热狗 紫菜包饭 还有香蕉牛奶 准备好了 这次可以出发了 好饿好渴 连去几天都没有吃的了 快来救救这个兔子 这里有一只兔子昏倒在这里 是声音 原来是你 你有可以吃的东西吗 有 这里有 太好了 给我点吧 我都快饿死了 稍等一下 我 这里面有吃的 是吃的 谢谢 现在干脂回过来了 是吧 不过没见过你 你是从哪来的 我从山坡上那个粉色屋顶房子那里来的 那房子不是因有鬼而名的房子吗 这么一看这里还有牙齿 有点像鬼怪哦 呃 因为我可怕的外貌 即使邀请他我们家玩 他也不会来的吧 而且他说我们家是鬼屋 不会成为朋友了 哎 悲哀 小兔子 这个你吃吧 我走了 咻 再见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去哪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谢谢你啊 寻找朋友去山上啊 去山上啊啊 呃 小鸡 啊 呸呸呀 呸呸呀 怎么办 因为雨水房子都没了 呸呸呸呸呀 又冷又饿 啊 这是谁 叔叔 鬼怪 鬼怪叔叔 啊 啊 啊 鬼怪 啊 原来小鸡也不想跟我做朋友 虽然不知道你是鬼怪还是叔叔 你可以帮帮我吗 呸呸 呸呸 他让我帮助他 难道 这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机会吗 呃 你需要我怎么帮助你啊 因为昨天的大雨 我的家被冲走了 帮帮我吧 呃 家没了 这个怎么办呢 啊 对了 还有这个 有这个 好了 呃呸 就是 你 不知道你满不满意 呃 进去看看吧 哇 这个是 Shirt 好暖 好舒服啊 太好了 响响 听到你说满意 心情好好啊 啊 说说你的手指 你的手指好锋利啊 响响 啊 好害羞啊 我的手指太丑了 小鸡也不会想跟我做朋友的 我找得太凶了 大叔 你长得好奇怪啊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 我是从山顶上粉红色屋顶 不是的 你不来我们交往也可以 我走了 再见 响响响 说说去哪啊 不是说山顶上的粉红屋顶里有鬼吗 看来也不是那样的 要不下次请打玩来看看 找朋友 找朋友 去哪里找朋友呢 我去哪里都找不到朋友的 我长成这样 谁愿意跟我做朋友啊 还有我们家有那么久 又脏又害怕 不会有人来的 好悲伤 好孤独 哎 姑 我的腿呀 哎呀 我的腿呀 稍微颠一下这么疼 走路太不方便了 这个又没看过的年轻人是谁呢 我是住在山顶粉红色屋顶里的人 山顶粉红屋顶 那里就说有鬼 哎 姑姑姑姑姑 这么轻轻走一下也好疼呀 老奶奶的腿好像不太方便 我这里有个拐杖 要不你拿去用吧 哎 姑姑还有拐杖 走起路来方便很多了 这么一看 年轻人 你的眼睛颜色很特别呀 我的眼睛 果然我长得太丑了 眼睛也大 而且还凶 还是黄色的 奶奶也不会来我们家吧 我先走了 再见 不是 那个年轻人 那眼睛好漂亮 还有谢谢你的管账 果然 今天也没有交到朋友 想想的话 没交到朋友是必然的 我长得丑还长得可怕 还有我们的家 有潮湿 有黑暗 还有很多宠子 谁也不会想来我们家玩的 好孤单 到底怎么样才能交到朋友呢 哇 吓一跳 这是什么声音啊 哇 是乖乖叔叔 大家都是谁啊 还能是谁啊 是我们 你不是说你住在山顶的 粉红色屋子里面吗 因为你搬住了我们 所以我们来给你打扫房子 真的吗 大家都来我们家玩吗 眼睛好看的年轻人 看来你不光眼睛好心也一样美丽 不止帮助了我一个人 试试还用了那了不起的指甲 给我做了新房子 啊 叔叔 我可以每天来这里玩吗 每天来这玩 当然可以了 哇 我有新朋友了 乖乖叔叔 我也能来玩吗 我也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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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要来玩 大家跟我做朋友 我真的太感谢大家了 今天真的是幸福的一天 Smile 今天的陆戏故事到此为止 下一个陆戏时间也不要迟到哦 朋友们再见 再见 见 拜拜